Hello 大家好 我是LT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YouTube上做一些sharing 因为早前在做几个project 其中一个project是关于弄一个e-commerce的网站 这个e-commerce的网站我利用了Shopify的platform上去弄 今早我也有和几位朋友在zoomcall介绍他们如何在Shopify上做一些操作 我发现也有几个常见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想利用几分钟在YouTube上和大家分享一些问题和解决 Toolify 以下的Sopify 的建筑 选择配测的话便会设定配器 选择选择选择後 wordt嘮 module 入腐术就是这个版 Evans 这 Aaizeli review 的图案和章子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革 responsible 版面的背景 字体和颜色 这些是怎样做的 就这样看就好像看不到 其实是隐藏在Film Settings 按一按这里就会发现 颜色就在这里 可以选择 背景色 例如星空的画面 我想把它变成黑色 按一按就变成了 相对的字体 我也要做一些更改 如果背景变成了 字体要变成黑色 字体要变成白色 字体要变成白色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再更新一下 这个网络 看见是填布白色 变成黑色 字本黑色变成白色 这个第一个 也挺常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正在设计这个网站的时候 是不希望 让其他人 进来看到我 一些 都未弄好的 文字和图案 不想让他们看到 但又想有一页 就告诉他们 我们正在设计 以及大概什么时候 网站就会搞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加一个 APP上去就可以了 在APP上 就是设计 部分 就 cocify 加上 大家可以在 周图案 solicify 上 fun search 它就可以 允设 整理 便可以了 就这样搜索 我之前已经搜索了 所以就搜索在这里 进入这个Apps 之后 是去哪里呢 就是去Pages 之后 再选择Password Pages 选择完之后 就是CREATE 一个Tampaign 选择一个 选择这个 然后在这里 可以设定你的Logo 再加上去 然后文字 也可以在这里加上 例如ABC is coming 接下来 然后在这里 告诉我们 是什么时候 就是Ready 预计 那我们 就在这里选择日子 选择 例如9月1日 那就是OK的 这样就开始倒数 设定了它之后 就可以 返回 好了 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 可不可以 看到这个Page 就开开开新的Window 到这里 就打回地址 看到 刚才我们 刚刚CREATE 那个Page 就说我们的Web site 是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就会是Ready 这样 那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三个 就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 如何设定一个 Bilingual的Web site 譬如我们现在 CREATE 这个Web site 是英文版本 我想 很简单 就是 有一个中文版 可以CREATE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就是 加一个APP 就可以了 这个APP 就叫做 TLab AI Language Translate 这样 又是在 Shopify App Store 打回这个APP 就是可以找到的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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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我已经安装了 之前 对了 就进入这个APP 之后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 不用付钱 所以 大家可以选择 不用付钱 那个版本就可以了 第一步 就要选择语言 我之前已经选择了 英文 转做繁体中文 可以在第二步 开始按一按 Start Translating 接下来 就选择 要target Translate 那个语言 就是 译成繁体中文 翻译哪一页 通常就是 Product 例如 例如 举一举例子 这个 原本打了英文 是这样的 在这里 只需按一按 这个 它会自动 帮你做一个 Translation 这个Translation 其实 背后 就是用了 Google Translate 那里 去做 这个Translation 做完这个Translation 之后 通常都会有一些 灯袋 在这里打 打完 打完之后 就这样按 Save 就可以了 出去就会 看到 这个 中文版 第四个 比较多人问的 就是 在Product 那里 就 譬如 是 这个 花生油 这个花生油 我设置了 后 我 有 瓶有不同大小 譬如 一个是 1kg 一个是 0.5kg 一个是 2kg 那怎么做呢 是不同颜色的包装 有不同的价格 如何做呢 这里 其实 要去到 下方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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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kg 0.5kg 办法 选择 变开 底部 下方选择 可以加入 对应图留键 附加不同 MARKUSEE 选择 选择 是的 选择 解禁 提出这动画可以看到 这动画是变成了 变成了可以出现了 不同重量 今天我暂时介绍这4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 如果大家在使用上有任何问题 或者Shopify 其他功能上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在Shopify上见的问题 不单止刚才提到4个 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如果这个视频出现后 有超过300个view 还有30个like 我会製造更多关于Shopify 的相关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的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